感谢主 我们来到第九篇的信息 主题是基督作为复活与卖力 在这篇信息中 有两个大点 是我们看见 我们可以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作为复活 那就是在约翰十一章 接下来在第二大点 说到我们可以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作为卖力 这也是约翰十二章 这边刘永弟兄会跟我们分享 感谢主 在第一大点 在这里叫我们看见 约翰十一章二十五节 主耶稣说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弟兄姊妹们 主是复活也是生命 因此 这复活跟生命 这两件事非常的重要 第一大点 说到 我们若是要活在复活里 作为实际 我们就必须看见基督复活的这个真理 基督是复活 基督是复活 他复活完成了三件重要的事 这就是在一二三小点里所提到的 一小点说 在人性里的基督在复活里由神升为神的长子 以过他是神的独生子 但借着复活他成为神的长子 接下来 基督所有的信徒 都是由父神 借着基督的复活所重生 为着产生照会做基督的身体 感谢主 弟兄姊妹们 这就是复活 在照会 就是他的复制 接下来的第二大点 我们就可以看见 这复制就是许多的卖力 三小点 基督这幕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这是三件重要的事 第一 所成就的就是 身为神的长子 第二 就是重生的信徒 成为照会 成为基督的身体 他的复制 第三 他成了赐生命的灵 因此 我们可以总结说 若没有主的复活 甚至说 主的复活没有这些项目 神的长子做身体的头 神的许多儿子做身体重肢体 以及那灵做基督身体的素质和实际 就没有照会 弟兄姊妹们 这个意思就是说 照会完全是在复活里的 基督的身体也是如此 若主没有成为 没有成为次生命的灵 也就没有神的经纶 他就也没有办法将他自己分次给我们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看见的真理 接下来在第二终点 说到 那灵乃是三一神的实际 复活的实际 基督身体的实际 弟兄姊妹们 我们去看 约翰 十四 十五 十六章 这里说到 照会 作为基督的身体 神的家 葡萄树 还有那灵的孩子 这三件事 我们就看见那灵作为实际 实际的灵 若这实际的灵到了 就要将我们带进一切的实际 因此 三一神经过过程 成了实际的那灵 就是 叫一切三一神所经过的 都能够成为基督身体里的实际 弟兄姊妹们 在基督身体里的实际 就要叫这三一神经过过程 成为那灵 成为实际的灵 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 好叫我们对基督身体有经历 我们看见 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 我们也要 能够与主一样 复制这样 他在地上的生活 我们能够对付一切的消极 借着基督的死 基督的死 就是了结 我们就不会发脾气 也不会定罪别人 因为基督的死 已经借着那实际的灵 实化在我们里面 那灵作为实际 将这死一切的功效 成为我们的实际 我们许多人 因着他家庭的背景 有人可能是大老板 他可能就对他的雇工 对他的工人 发脾气 但在照会里面 照会是在复活里 意思就是你要经过死 那实际的灵 经过一切的过程 这实际的灵 应用 成为实际 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过照会生活时 我们时常定罪别人 在我们的天然里 弟兄姊妹们 我们若将三一神 所经过的实际 成为我们在基督 身体生活里的实际 我们就要与主成为一灵 我们就要自心思于那灵 我们在对别人的时候 我们在对付一些事情的时候 无论是消极的 我们都能够照着那灵而行 在约翰八章 那时人抓着一个行淫的妇人 来给主耶稣 看看他是否定罪他 主不定罪他 主有权柄定罪 但他不定罪 弟兄姊妹们 我们常常在照会生活里 很久了 我们有时候就不知不觉的 定罪别人 用我们天然的脾气 不小心去定罪了别人 就在这个天然的生命里 我们若是叫这实际的灵 将这一切的实际带给我们 我们就要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 我们对别人 我们所说的 就都要在灵里 并且静着那里 因此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照会生活 常常 我们好像服侍的比别人多 我们比别人火热 我们就不知不觉 甚至我们特意的 去定罪别人 我们可能就轻看别人 我们可能就像法利赛人一样 在路加十八章 祷告 在心里想着 我比别人还公义 甚至在主面前 祷告定罪人 求主怜悯我们 这不是照会 这不是身体 因为你还活在天然生命的范围里 所以第三终点 我们要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 就需要完全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 弟兄姊妹们 照会完全是出于基督的元素 完全是在复活里 也完全是在诸天界里 你是公司的负责人 你是大老板 你有许多的工人 有好多人在你以下 你可能在你的公司 在你的店里 你可能就很容易的 很轻易的在这里斥责 训斥你的员工 但是弟兄姊妹们 照会不是这样子 照会是在复活里 照会是完全出于基督的元素 完全是在诸天界里 他不是你的照会 不是你的公司 不是你的店 不是你想要说什么 做什么 讲什么都可以 求主得罚我们 照会就是基督自己 就是金灯台 预表照会是基督的身体 描绘基督是复活的生命 要生长分支 发薄开花而发光 弟兄姊妹们 我们若是要定罪别人 这定罪 要在基督里 基督作为光 但你若是在黑暗里 在天然里 你在这边定罪 你就将死贷给人 求主怜悯我们 叫我们能够看见 照会完全是在复活里 在民宿记十七章 在这边还有一个预表 就是发芽的账 在那个时候 百姓们有个大的背叛 在民宿记十六章 神就吩咐十二个首领 按着十二支派 拿十二根杖 十二根干掉的 已经死了 没有叶子 没有枝芽的杖 把这个杖放在 见证会幕内的约会前 然后亚伦的杖 发芽了以后 就是神所喜悦的 就是神所赐给 有权柄的 所以这里不是人的拣选 乃是神的拣选 这权柄的基础 不是我们在这边抢夺 不是天然的生命 乃是经过死并且复活 所以我们服事的基础 乃是在复活里 经过死 因此弟兄姊妹们 在这个世界上 你大声一点 好像就比较有权柄 你更多在这里骂人 指责人 就好像你在这边用权柄 但弟兄姊妹们 不要忘记了 亚伦的杖 乃是被放在见证的柜 作为永远的纪念 这意思是 我们服事的基础 若是没有经过死 没有经过复活 就不能存到永远 就不能被主纪念 这就再一次 拔高我们的看见 我们服事 在照会中的基础 就是复活 这复活是什么呢 第四小点 就是发芽的杖 乃是叫人谦卑 为什么呢 每个支派都死了 但是 我在这边发芽 也不是因为我 乃是因为 我有基督复活的生命 因此在这里 我们没有人能够夸口 在照会生活里 我们要学习 就好像路加十七章 七至十节 我们可能曾经传过福音 曾经去喂养过人 但这里 主在这边教导 我们要谦卑 他要说我们是 无用的奴仆 只是照着主人 所吩咐的去做 这话是要像我们自己说的 你不是在那边 讲别人说 哎呀 这个人不行 那个人啊 比我比不上 所以你经过死 并复活 我们就不会在这边 骂别人 我们乃是在这边 自责 主啊 我是一个无用的奴仆 若不是这样 我们就真是骄傲 我们就真是觉得 自己高过别人 就好像 就好像在路加十八章的 那个法利赛人 那个罪人 哇 他不敢抬头 但即便是这个罪人 他也是比法利赛人 更加的唯异 马可十一章 马可十一章 有个驴居 让主骑进耶路撒冷 群众在这边欢呼 群众欢呼乃是因着主 不是因着驴居 我们复活的生命 我们经过死病复活的生命 主所承认的 乃是这复活的生命 求主得做我们 叫我们的福事 能够让人将荣耀归给主 不是叫人在这边称赞我们 求主得做我们 叫我们的看见更拔高 能够经历 享受 并彰显基督在这复活的生命里 因为不是我们 乃是出于主 因此 这认识复活生命的 都是对自己天然的生命 达到尽头了 知道自己做不来什么了 我们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乃是一个在生命上成熟的经历 在哥林多后书一章 就节 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信靠自己 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 就是信靠这复活的神 使徒作为新约的执事 他在做什么呢 他乃是在这边成全信徒 将圣徒们建造到基督的身体里 所以我们若是没有经历这个 那就代表着 我们的服事在神眼中 还是没有价值 救主得走我们 并且叫我们能够操练 活在这复活的生命里 因此第八点 人必须到了尽头 才知自己亦无是处 人如果从未感觉自己不行 就永远无法经历神的行 这意思是说 我们不行 但神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 并为我们做 那八小点这边所说的 不是说基督徒很难做 乃是说基督徒做不来 你在天然生命里做不来 但你要叫这经过过程的 神在我们里面做 作为包罗万有的生意生活 在我们里面 唯有那灵能做 并且那灵才能做得胜者 我们人的路 人的天然 都要到尽头 所以接下来 第五终点说 当我们不凭我们天然的生命 乃凭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而活时 我们就在复活里 看见了吗 天然与复活相对 你去看生命的经历 这本书 对付天然乃是在第三层 所以第四层就进到基督的身体 所以你看结果就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神圣奥秘的人 活在基督身体 并且弃绝我们天然的生命 我们若是有在这边定罪别人的权柄 但是我们不做 这意思就是 我们就在生命里 在复活的生命 就像主一样 主实在是有权柄定罪人 但他不定罪 但是我们 我们没有经历复活的生命 我们却喜爱去定罪别人 我们有时候也不是在他的面前 我们有时候可能是在祷告里面定罪他 甚至 我们在天然里所做的一切 即便是符合圣经 但那也不是在生命的原则里 你看你祷告符合圣经嘛 但你的祷告若是在天然的生命里 你可能就好像那个路加十八章的法利赛人一样 定罪人 求主得着我们 叫我们的生命能长大 叫这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扩展 第六终点 我们要在复活里生活 就必须认识经历并得着复活的神 我们得着复活的神 在我们的灵力 但在我们经历中 我们的认识中 我们却没有足够复活的神 就好像在哥罗西书 就本于他作为元首 全身借着结合金 得了丰富的供应 并结合一起 就与神的增长而长大 因此 主在我们的灵里 他要扩增到我们的魂里 主的路是 把我们带到尽头 好叫我们不信靠自己 那信靠那复活的神 就好像在灵后一章的保罗 就好像 在生命经历 不仅仅是对付天然 还要接受圣灵的管制 就是第十二篇 生命的经历 在这里面说到 接受圣灵的管制 特别就是外面环境的对付 特别就是主的管教 这一切乃是叫我们 有份于神的性情 弟兄姊妹们 这活的神 复活的神 我们可能常常经历 活的神 我们病痛了 主医治 我们都病好了 又回去爱世界 甚至 有人 生病了 但是啊 盼望主医治 但主没有医治他 但他却在这里 得着复活的神 这神在他里面扩增 我们 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 遇到很多苦难 遇到意外 哇 我们本人还是一样 没有神的性情 坐到里面 这也是很可惜 就是你白白的受了苦 有人 非常的天然 有人甚至 为着主 下到尖利 有人愿意 为着主 下到尖利 但是啊 他却在这边 定罪 定罪 其他没有下到尖利的人 说 他们都没有我爱主 这个绝对不是在神的性情里 另外有个人 因着 有人说 主恢复 是异教徒 所以他就 在他的女儿 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 他就被吓到尖利 一直到他的女儿 长大了 并且十年后 有人去看望他 那就问他 感觉怎么样 哇 这个人 他不定罪人 他也是简简单单的说 感谢主 这个人 他实在天然被对付 他顺服圣灵的管制 他就能够将这生命 分次到别人里面 就好像保罗在灵后四章 说到 死在我身上发动 但生命 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我们能够这样子喂养别人 乃是因着我们经过死与复活 不然我们的见证 我们越见证 我们就越骄傲 主这样医治我 那样医治我 我们可能越见证 反而就 这个人他不爱主 他比不上我的 甚至我们祷告 我们就祷告 认为自己是个义人 在这边定罪人 这样的祷告 并没有将生命分次人 新约说到 我们的祷告乃是将生命分次人 这是在约翰一书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一方面 我们乃是需要受苦 但我们不是去找苦来受 这些苦难来到我们 乃是叫神圣的性情 能够加到我们里面 保罗也是如此 所以你看他就说到 他外面的人 说到他的魂 他的天然生命 天天在毁坏 但他里面的人 却日日在更新 成为新耶路撒冷 这就是能够存到永远的 因此弟兄姊妹们 你若是要活在复活的生命里 你就要日日更新 你就要从 这复活的生命里 每天得着更新 得着未养 早上成新的时候 你就常常 落到你的心思里 想要读信息 但是你应该在这边操练灵 呼求主 叫你的心思被更新 你要起床 其实不太容易的 你起床呼求主 名就是否认己 求主得着我们 你在摸着主 在这边 读主的信息之前 你要先操练你的灵 呼求主 所以在这边 第四点 说到真实的基督徒生活 乃是在早晨 在晚上 天天都有复活的神 加到我们里面 就叫我们更多接触神 叫我们向主敞开 叫主能够进到我们里面 成为新的元素 加到我们里面 求主更多得着我们 在我们的照会生活中 所以你要来经历 然后享受 基督 并且 彰显基督作为复活的生命 先从我们的说话开始 乃是为着 叫这复活的生命 能够借着我们 被见证出来 并且 分次到别人里面 这一切乃是 为着 建造 造会 作为基督的身体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我们这一次 继续来 进入 这个夏季训练的 信息 那已过的国际特会 我们已经将这12篇信息 完全的过了一遍 但是那一个呢 就像是吃快餐一样 一堂聚会 两篇信息 那个味道还没有吃出来 时间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一次 借着东部的特会 我们再将 后面的六篇信息 再重新的来进入 阿们 感谢主 那主题 就是说到 要来认识 来经历 并来享受 之中 使我们可以来彰显基督 阿们 感谢主 那来到第九篇的信息 我们是需要 我们是需要来经历 享受基督 做复活 与 卖力 那前面 嗶啪弟兄 已经 有这个 分享 那我再 接续 弟兄 阿们 首先 在信息的前言里面 弟兄 给我们看到 关于复活 我们需要来 看三个方面 第一 就是从 主耶稣 这个方面来看 一面说 主说 他就是复活 他就是生命 但是 这一篇信息 强调的点 不仅是说到 他是复活 更是说到 主是复活的神 他是经过死而复活 所以引用的经节 首先在 行传二章二十四节 说到 神已将死的痛苦解除 叫耶稣复活了 因他不能被死拘禁 然后在 启示录一章十八节 也启示这一位基督 他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只活到永永远远 阿们 感谢主 那第二面 就从使徒保罗来看 在灵后 一章八到九节 保罗成名他 接受训练 他学习 他见证 他不信靠自己 只信靠 那叫死人 复活的神 然后到了四章十六节 保罗继续经历 他经历外面的人 虽然在毁坏 但是他里面的人 却日日在更新 阿们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 保罗 他所认识 他所经历的神 不仅是活神 更是复活的神 是那叫死人 复活的神 那经历他的结果 就是虽然外面的人 在毁坏 但是我们里面的人 却日日得更新 好 那接续 今天我们该怎么办 阿们 所以今天我们要能够来经历 来享受基督作为复活 使我们能够得以在生命的 信仰里来生活行动 并且在灵的信仰里来服事 阿们 感谢主 所以我们需要心 阿们 在信仰里来生活 在灵的信仰里来服事 那同时 在消极的一面 弟兄也提醒我们 需要提防我们变为老旧 阿们 所以弟兄在信息的开头的时候 说到那个城府 阿们 其实城府 城就是老旧 阿们 就是不冷不热 那那个府呢 就是变味了 甚至是变质了 本来原来是新鲜的 变成老旧了 原来是柔软的 像那个面包一样变硬了 再放下去 就会变质 就会发霉了 阿们 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提防 那他也说到 我们成为老旧啊 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 没有彼此赦免 阿们 我们可能在造会生活中 是吧 我们在配达服事里面 有时候被得罪 被冒犯 却不能赦免 一时不能赦免 而且是长久的不能赦免 这个就是有问题 阿们 可能我们一下过不去 可能我们一下过不去 但是我们应该到主面前去求恩典 是吧 我们需要来操练 学功课 至终 主会把我们从那样的情形当中带过去 阿们 感谢主 那第二个需要提防的就是我们爱主 我们爱造会的心逐渐冷淡 阿们 原来是一个火热的心 是吧 邻里火热 常常服事主 但是因着老旧 逐渐的就变成不冷不热 爱主 爱造会 爱弟兄姊妹的心 就逐渐冷淡 阿们 所以感谢主 我们不管是在怎样的情形里面 我们有路 我们得医治的路啊 就是借着十字架 借着圣灵 借着调和的灵 还有借着神的话 阿们 那这样我们就能够一直活在复活的心仙里面 哈利路亚 那这一篇信息主题啊 主要说到我们来经历基督啊 作为两样 第一就是复活 第二就是卖力 所以两个大点 第一个大点 跟得更新有关 我们要来经历基督做复活 使我们日日更新 那第二大点 说到这个 我们要来经历基督做卖力 这个就跟我们得荣耀有关 阿们 感谢主 好 那信息非常的丰富 那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然后来应用 那首先我们需要来看见 这个关于基督复活 这个揭示的真理 阿们 我们要来经历 要来享受 要来彰显 那首先我们就要看见 基督复活的这个真理 阿们 那其实这个真理主要揭示三方面 就是他在他总括的时期里 所完成的三件事 阿们 我们知道基督丰满之士 有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成肉体的时期 阿们 他从这个永远无限的神 阿们成为时间有限的人 然后三一神 与三部分人连结调和 然后第三 他在这个人性生活当中 将神圣的属性 彰显于他人性的美德 那第四件事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 借着死完成法里的救赎 阿们 所以这个是基督 在成肉体的时间里面 完成了四件事 我们这一篇虽然是说到 经历复活 但是那个复活 跟他的死是非常有关系的 阿们 那借着他的死 乃是我们称为包罗万有的死 也是叫做释放生命的死 阿们 所以借着死 然后他死而复活 在复活里面 在总括的时期里 我们也称为那个纳灵的时期 他成就了三件事 就是在第一大典的第一终点里面 在总括的时期 阿们 基督在复活里 他身为神的长子 第二 他成为赐生命的灵 第三呢 他为着他的身体 重生 众圣徒 阿们 感谢主 我们需要记得这三件事情 我们可以说 基督在他的复活里 身为神的长子 是吧 成了赐生命的灵 然后为着造会 他的身体 重生 众圣徒 他身为长子 阿们 我们都身为神的众子 并且说到 所以纳灵 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 纳灵 它是一切的实际 它是实际的灵 它是三一神的实际 它是复活的实际 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 所以这里说 没有纳灵 就没有基督的身体 就没有造会 阿们 这是我们需要 第一面 看见 关于基督复活的真理 那其次呢 我们要来 过一种在基督复活里的生活 那他说就必须要来认识 经历并得着复活的神 保罗所经历的神 不仅是活的神 阿们 更是复活的神 活的神 可以为我们 在外面做一些事 是吧 没有这个 没有工作 他为我们预备工作 我们得病了 他来医治我们 但是我们经历了活的神以后 神还是神 人还是人 阿们 我们病 还是这个 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和关系 但是 当我们经历他 做复活的神 哈利路亚 那他自己的生命和性情 就做到我们里面 使神和人 能够连结 调和 成为一 阿们 感谢主 那这个要来经历他做复活的神 主要是有两面的经历 第一是在外面的 是神使用环境 是使神 借着万有 并借着苦难 阿们 要将我们都能够磨成神长子的形象 哈利路亚 借着环境 借着万有 万事 万物 万人 借着苦难 阿们 来 将我们磨成神长子 基督的形象 感谢主 那另一面 是在积极的一面 在里面 因着复活的生命 他新鲜的供应 得滋养 说我们天天得更新 说我们天天被复活的神 加到我们里面 阿们 所以我们需要来接触神 我们需要将自己向他敞开 让他进到我们里面 阿们 成为我们里面 主日新鲜的加征 感谢主 我们每一天早上就应该 一起来就向主敞开 向主呼求祷告 主啊 我向你敞开 阿们 愿你进来 多而又多的进来 将你自己 一切神圣的元素 分次到我里面 阿们 感谢主 那我们就能够脱离 那个老旧 脱离不冷不热 脱离那个城府 阿们能够日日更新 然后 在第三方面 我们 阿们 可以来经历 基督做卖力 这个跟 得荣耀有关 阿们 那 借着圣经 约翰福音 十二章 二十三 二十四节 主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 到了 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 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接出 许多的子力来 阿们 然后他在 路加 福音十二章 四十九 五十节 说 我来啊 是要把火 丢在地上 若是 已经早起来 是我所愿意的 我有当受的 净 还没有成就 我是何等的 破 困破 阿们 这个 两处的经节 就给我们看到 基督的神性的荣耀 连同他神圣的生命 原来是 遮隐藏 遮蔽在他里面 就像那个 藏在那个麦子一样 阿们 所以 当有一天 他这个麦力 要被埋葬 落在地里 死了 阿们 他那个里面 神圣的生命 还有他 神圣的荣耀 才得以释放出来 阿们 那 经节也给我们看到 主耶稣啊 他是 受那个困破 受那个拘禁 他渴望 受死的禁 阿们 使他神圣的荣耀 连同他神圣生命啊 能够得以释放出来 感谢主 所以 第三终点就给我们看到 基督 神圣的荣耀 乃是 借着他的死 使他 人性的外壳 破裂 而得以释放出来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知道 啊 主耶稣 他在他这个死之前 他 在他人性的部分里面 是没有罪的 但即使是没有罪的人性 也需要借着死而复活 被那里能够拔高到神性的标准 阿们 感谢主 所以说到主的死啊 可以看作是释放生命的死 我们称之为包罗万有的死 因为主耶稣的死 是吧 在消极的一面 了结了宇宙中一切的难处 一切的消极 一切死亡的事情 阿们 了结了那个撒旦 那个源头 阿们 然后在积极的方面 他释放出神圣的生命 阿们 所以我们称主的死 叫做包罗万有的死 阿们 感谢主 他的死不仅是释放生命的死 也是释放他荣耀的死 哈利路亚 这个就是包括在他 成肉体的死期里面 那也借着他这样的得荣耀呢 就将基督从成肉体的死期 就迁入到总括的死期 也叫纳林的死期 阿们 感谢主 那 在这个总括的死期里 是吧 是从他的复活 到赵会的堕落 阿们 那我们称主的复活 叫做奇妙 超绝的复活 因为他这个复活 是分赐生命的复活 阿们 是吧 他身为神的长子 他成了赐生命的灵 然后他为着他的身体 造会 重生 我们每一个圣徒 阿们 感谢主 那这样 就将 借着他 释放生命的死 与这个分赐生命的复活 就将所有 重生 得救的信徒 带到 一个合并里面 阿们 这个合并 就是三一神 与蒙神 拣选的三部分人 他们在 生命上连结 他们在性情上调和 Amen 然后呢 成为那个扩大 成为那个神人二性 宇宙的合并 感谢主 Amen 那这样的合并 有三个方面 Amen 第一个就是父的家 Amen 那我们知道 造会作为神的家 家 第一个是跟生命有关 生命的关系 是吧 第二个 家里面 是爱的地方 Amen 第三个 家也彰显 这个住的人 他的喜悦 他的爱好 Amen 他的所事 所以我们说 造会 作为神的家 Amen 感谢主 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享受 这个 神人 同德 安息 和满足 所以 我们一直说 造会是家 造会是学校 造会是医院 造会 不是警察局 也不是法院 Amen 那在父的家里面 就能够使父 得着安息 得着满足 和显现 那 这一方面 需要我们怎样呢 这需要我们爱他 Amen 使父和子 并同着那灵啊 不断地 眷领我们 而得以建造起来 那这个建造 就成为一个 四而一的实体 Amen 一个身体 做外面 看得见的架构 然后呢 三一神 附作源头 子做元素 灵作树子 做他们里面 看不见的内容 Amen 好 那 这个合并的 第二个方面 就是 子 的 真葡萄树 Amen 这是记载在 约翰十五章 Amen 感谢主 那 这个 就需要 我们 留在 这个 与定死 并复活之 基督的 生命连结里面 Amen 就像主说的 父 他 主是葡萄树 是吧 父是栽培的人 所以 主呢 就以父 做他的阳光 做他的雨露 做他的土壤 做他的水分 做他的一切 接下来 主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知子就要住在葡萄树里面 Amen 我们需要住在主里面 接受主一切的供应 接受他一切神圣的分斥 一直活在与主这一个生命的连结里面 Amen 若是我们不住在他里面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哈利路亚 然后 这一个宇宙的合并的第三方面 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 说到 那灵的孩子 就是一个新人 Amen 所以要借着这一个新人 来完成神永远的经伦 Amen 那这需要我们怎么来配合呢 这需要我们借着在新世的灵里 得着更新 而穿上新人 Amen 所以以福所书 是在那里说到 我们要脱去旧人 脱去旧人的那个习惯 脱去旧人的那个性情 Amen 来穿上新人 是吧 第一是穿上神的性情 那第二 更主要的是要穿上团体的新人 就是照会生活 Amen 感谢主 好 那最后 我非常享受我们中间这样的丰富 这样的纲目 特别是 因为我主要讲到第二个大点 来经历它做卖力 是吧 每一个终点 Amen 都是非常的明了 Amen 是我们读起来也不难 我们需要就是这样来操练 借着这样的纲目 我们来认识 认识完以后 这样的讲说 这样的发表 并且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也能够来应用 怎么来应用呢 第一我们看到主 他是那一粒麦子 是吧 他落在地里 借着他的死 他就丧失浑身命 使他能够在复活里 将他永远的生命 能够释放给许多的子力 那今天我们 作为这许多的子力 也必须借着死 丧失我们的浑身命 我们才能够在复活里面 来享受 他这永远的生命 不仅如此 我们这些卖力 还要被碾碎 还要被磨成粉 之中还要被调在一起 成为一个饼 Amen 感谢主 所以信息虽然是讲复活 但是有两个词 我们不能够忘记 第一个就是基督的死 第二个就是埋葬 Amen 是合埋葬 是产生造会 并叫造会在生命中 扩增唯一的途径 Amen 感谢主 让我们都能够 有这样的看见 有这样的操练 使我们能够来经历 享受 之中 使我们能够来彰显基督 Amen 感谢主 Amen 感谢主 我来分享第一大点 我们可以经历享受 并彰显基督 作为复活 感谢主 我很摸着这个点 说到复活 我们谁 有曾经复活过呢 也只有在人性的主 人性的基督 他胜过了死 并且在复活 在我们的主 定在十字架上之后 三天 复活 成了次生命的灵 他复活的生命 就被分次到我们里面 这生命在神里面 在我们里面 在弟兄姊妹们里面 借着这复活的生命 叫我们能够过照会生活 叫我们能够过身体生活 使我们能够在神的经伦里 弟兄姊妹们 复活的生命 能够胜过死 所以在信息里 告诉我们 我们作为信徒 我们要能够经历 享受 并彰显基督作为复活 弟兄姊妹们 因为复活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能够过复活的生活 我们还要看见 什么是拦阻着 复活的生命呢 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 或者是我们天然的能力 在第五小点 这边有说到复活的意思 是 一切都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复活 就是只有神能 我们不能 阿们 感谢主 复活 就是只有神能 我们不能 弟兄姊妹们 在我们出生 长大之后 我们得了许多的教导 我们天然的人 被建造起来 当我们有问题 我们有忧虑的时候 我们就用我们天然的能力 来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就觉得 我们可以来处理 但我们若是照着我们天然的能力 最后 这些难处 有的被解决了 但有的并没有被解决 但我们若运用主 我们就能够经历复活 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经历主的复活 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我们就会觉得喜乐 我们就会觉得在主里得加力 我们就觉得刚强 但若是我们用天然的能力呢 有些问题被解决了 但我们自己还是觉得受苦 觉得不喜乐 没力量 我自己有个经历 在我的生活中也是有许多的问题 有很多事情需要被处理 最近我自己用了一个APP 就是ChatGPT 我有什么问题 我就去问ChatGPT 他的回答都很好 大约有一整周的时间 我就常常与他问问题 但是最后我自己 就觉得我很干枯 在主里没有力量 我就觉得不行了 我觉得我需要去唱诗歌 我就拿起诗歌本 来唱诗歌571首 当我在唱的时候 就有一句话告诉我 多少平安屡屡丧师 多少痛苦无需秀 无非我们未将万事 到主面前去祈求 当我唱了这首诗歌之后 我就得着了开启 在我的生活中 我的里面 由主作为复活的生命 我必须要将万事 来到主面前祈求 但我之前却将这许多的事 去问ChatGPT 我越问就越发死 但我们 我们转向主 我们不用自己天然的能力 我们依靠主 结果就叫我们 在复活里 当我跟主祷告的时候 我就满了喜乐 我们每一位 里面都有这一位 超越复活的基督 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要来尽力享受他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弟兄姊妹们 我们就在享受基督 享受基督作为复活于卖力 基督说 我是复活 在约翰十一章二十五节 实际上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 但借着圣灵的能力他复活 并且成为神的长子 同时又产生造会 作为他的身体 借着他的复活 在旧约里 民宿记十七章 我们看见十二根杖 都没有叶子 没有根 都是屎枯的 但有一根就是神所拣选 能够发芽的 发芽的杖 表真基督 这位复活的一位 在我们里面 就是赐生命的灵 所以我们应该开花 并结出果子 并且是成熟的 在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 基督作为卖力 他神圣的生命遮场时 这个卖力落到地里死了 并产生许多子力来 请你记得 他是卖力 他是神的长子 落到地里 就是他的死 他的死 就释放新的生命 这就是复活 在他的复活里 有许多的卖力 有神的种子 就是我们信 就是我们信徒 他身体里面的肢体 是造会 如果我们经历基督的死 我们也一同于他复活 最终我们就能彰显基督 作为团体的基督 就是造会 为了产生许多子力 许多卖力 这就是基督徒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造着圣灵的生活 圣灵就在我们里面 赐生命的灵 为着我们成熟 这灵在我们里面运行 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死 并且一同复活 如果我们没有与他同死 就没有复活 复活的意思就是 一切都来自于神 都不是来自我们 也就是说 只有神能 我们不能 如果我们要活在复活里 我们必须要认识 经历 并且得着复活的神 这就为什么 做基督徒不仅困难 而且不可能 唯有那经过过程 并终极完成 作为包罗万有之灵的 三一神 活在我们里面 这一位才能做基督徒 唯有那灵能做基督徒 并且唯有那灵能做得圣者 我想要读笔前四章十六节的注解 说到基督徒这名称 意思就是属基督的人 与基督事一的人 不仅属于他 更应与他生机的连结 有他的生命和性情 并且在日常生活中 凭他而活 甚至活他 所以我们能够经历 享受并彰显基督 作为复活与卖力 Amen